咱 你也觉得 我没有上来找你 我没有觉得 我刚刚给你讲了 我说了 如果说我知道你来了我也会下来 我没有觉得 叔叔阿姨们他们每个人 站在的角度 看待这个问题不一样 知道吧因为我理解你 明白了吧你别多想我没有觉得 好吧 嗯 想那么多干嘛 嗯 好 是吧 所以说你开心点 我不想看他们说让你下午不能来 王婆说让你下午不能来 那我明天来好吧 他让你明天也不能来 哈哈哈哈 他让你以后都不要来找我了 哈哈谁说的 我们都看哭了对不起叔叔阿姨们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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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要我给你讲过呀你要把开心和快乐的事情 想讲给叔叔阿姨们呀 嗯 哎呀我本来就 呃就刚回来然后我都还 没来得及 嗯就是 呃做点东西吃 然后就 看没吃饭是吧 我本来想煮点腊肉然后就随便吃吃的 然后也想卖一点腊肉然后随便吃吃的然后我就 开播了就给叔叔阿姨们说一下 那个然后我怕他们都关心我们说我们怎么没有直播 啊 你调整一下你的状态啊 赶紧把饭做来吃了好不好 嗯 我就想着吃点吃点弄你的腊肉来吃的 那你弄呀 那个你你 那个就是那个我给你多煮了一点那个排骨就是那个排骨香肠 在那个你喝茶的那个地方 我放在那里了 然后你到时候拿到酒店让他们给你煮了拿去吃呗 就是那个昨天你说很好吃的那个排骨香肠 好谢谢用排骨做的香肠 好的 我一会我起来那我去拿好吧 嗯 谢谢你 好 行你好好的你好好的和叔叔阿姨们一起 一起玩好不好 嗯别想太多没事的啊 好 嗯你开心点啊 我一会我要来你做的他们说 开心点他们说你没有好你就不要到这里来 就是不要来找我 那我好快点好我明天就好行不行 你你就是你现在就好吧 好我现在就好 嗯好了那那你先你先你先弄啊 嗯那你好好休息啊 嗯好拜拜拜拜 春泉富哥把烟戒了恐怕只有你能让他戒烟 我让富哥戒烟我说不了呢 嗯这是一对牛郎之女 牛郎之女 是什么意思 富强好了再来 富强快好 对他是有点感冒然后 就是浑身疼的话 应该就是那天搬了啤酒 知道吧 那天搬了啤酒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吃我煮煮了腊肉的 我煮了腊肉本来想着 把腊肉煮一煮 然后跟大家 聊聊天 然后也给大家就是 也卖卖一下腊肉 因为昨天没有怎么卖腊肉嘛 然后家里面还有 嗯就是 那天我家 嘎的猪就过年 之前几天做的腊肉 然后还没有卖完 想着 把这一批卖了 然后就要接着要做新的一批 嗯就是富哥的朋友 订了两千斤要给他做了 知道吧 生意人是戒不掉的 也把全身 是 嗯 相亲相爱见不着 就是牛郎之女啊 牛郎之女 哦就是就是两个人 他是互相喜欢的 就是见不到 是吧 见不到 他就是 嗯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是两个人相依民主差异 先煮去煮点饭嘛 我就 我想就吃点 吃点那个煮点那个腊肉 再煮了的 煮了的 吃好饭在卖 对我煮了我煮了肉的 我把肉煮了 我都不知道我的肉煮的什么样子 我在这外面 然后都忘记这个事情了 都忘记这个事情了 是的呀 我都开了 都开了 叔叔阿姨们 等一下啊我把那个 我把手机 我把手机直接调一下哈 叔叔阿姨们 你们先进去吃饭吧 我先要换一道水 要换一顿水 要换一顿水 不会糊了吧 应该没有换 哇水都快烧干了 叔叔阿姨们 水都快烧干了 你们先等我一下 我要把它水给换一下 你们先等我一下 帮我点点饭好不好 直播间的示范里面 帮我点点饭 小站站帮我点一下 然后我把我把昨天 昨天因为煮了很多 热没有卖嘛 然后我就把昨天煮了没有卖的 就是没有吃的给他 放在里面热了一下 然后昨天 卖了的就又重新煮了一点 换一点嘴 你们一起帮我点点小站站好不好 好我把手机弄近一点啊 把手机弄近一点 马上要糊了 就水都烧干了 叔叔阿姨们 水都烧干了 现在什么年代了民族有什么问题 那你们 你们不在其中 你们就觉得事情很简单 知道吧 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就有些事情是 呃 就是金枝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知道吗 有些事情 是我做不了主的 因为我代表不了整个民族 知道吗 我没有办法去代表整个民族 所以说 就 那啥 咋地啦 什么咋地啦 我把这个水要去换一下 对因为我不能 我也想要改变很多事情 但是我代表不了 我是代表不了整个民族的 知道吗 我把这个水拿出去 倒了 然后 呃 再回来哈 你们先帮我点点 站站 可不可以 叔叔阿姨们 帮我把这个站站 一直帮我点一下 我去把水换一道水 然后再拿进来 倒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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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哇 我走了 人都走光了 大公鸡在呼唤小方 我一走人都走光了呢 叔叔阿姨们 好多人都走了 就自己做足了 遇到合适的就自己 你顾这又顾那的富强才是你这辈子依靠的人 我知道 但是 你们也就是我心里面的很多苦衷 也是怎么说 其实我不想去说这个事情你知道吧 我也不想去说这个事情 谢谢大家 你们帮我点点赞好不好 点点赞 点点关注 在的 在的 还有谁谁谁在直播间呀 在的可可小姨好不好 在的可可小姨 哇 还有好多人在呀 还有这么多人在呀 说点开心的事情吧 说点开心的事 开心的事就是 哎呀 我不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突然就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可以说了 怎么办 我们一天看不到你们两个人心里也难过 我已经收到金之家的拉货了 谢谢 谢谢王春华姨 谢谢春华姨 我们 这么多人在 扣二的是不在的意思吗 有这么多人在呀 嗯 对不起啊 刚刚让你们也不高兴了 刚刚也让你们也不高兴了 我也没有控制住我自己的 呃 情绪 我也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然后 嗯 让你们也不高兴了 今天的事我不能理解王婆 我知道你很支持很支持金之 也很喜欢副歌 但你不能理解我跟你说了 你也不能理解 我也 我也很难受 然后那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在跟您怎么讲 如果你一直说你不能理解 你是只只站着一番考虑 你没有站在金之的地方考虑 知道吗 然后你说不理解 我也知道您关心他 你也 我知道你关心副歌 然后你一直说 嗯 然后一直说不理解 因为我也给你说了事情 然后你还是说不理解 那我没有办法再去说 其他的了 自己婚姻自己做主 富哥他在酒店里面 富哥才在酒店里面 因为他生病了 卡不卡呀 不卡呀 不卡呀 越输翻山越举越挤 没事的 大家都是说说 其实你们在这里说我 其实我的心里面可能比你们还要更难过 我就属于那种什么 我在已经在楼下了 但是我不能上去 知道吗 你们就你们 可能我心里面 你们觉得你们 比较不理解 然后比较那个 然后 我可能要比你们还要更难受吧 多沟通 嗯 我理解 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感觉很多事情 我觉得叔叔阿姨们 嗯 我知道叔叔阿姨们都很关心和支持 知道吧 就是 然后但是你们 都很多都 没有 真正的了解 金之的家族和金之的这边的一些 事情 而不是说 只是单纯的个人意愿 然后就能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了 知道吧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每家人每家的性格 每家的父母都不一样 差异是不能改变的 金之想做汉族的媳妇要有精神准备 本身就不行的还沟通什么说就是就是花花公子 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拾起一边选择一边放弃 我我一个人不能去我一个人就是自己不能去那个去代表整个民族知道吗 一个人代表不了整个民族 就比如说你你们是汉族的你们能代表你们的汉族去改变一些不好不不好的事情吗 你要加油 双方都要努力呀 学习 你们不了解知道吧 你们不了解 不要说说别人 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真正的情况你们都不了解 知道吗 知道吗 改变 然后就像之前 嗯 就是 你们知道吗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直播间里面就直播间里面有人给我提的提的意见就是建议就是让我先让我先就是他说了我就不好意思说知道吧 你们想知道吗 有一个呃就是有人给我提的意见就是有人给我提的那种就是一些主意让我怎么样怎么样去做 然后我都不好意思给大家说你们想不想听叔叔阿姨们 然后你们觉得你们觉得那样做是对的吗 可是如果说我要那样做的话我肯定 肯定跟父母都 呃那个就断了知道吧 我要如果说那么做的话 老公也是少数民族 就不要讲了 问题是你根本没有争取 到现在你都没有对你父亲谈 你心里确实很爱小夫吧 对我很喜欢副歌 我很喜欢副歌 你们 你们感觉不到吗 你们觉得我不喜欢副歌吗 你们觉得我是不须不不喜欢副歌吗 自己的幸福都不要了吗 我怎么说呢 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为了我的兄长而活 你们知道吗 女孩子在少数民族 她是没有什么那个的 我知道直播间里面可能不能说 知道吧 我们遗族你遗族她就是 以前我妈妈那个年代 呃我妈妈那个年代 男孩子可以去读书女孩子是不能的 所以我爸爸她有一点点小学文化 我妈妈是一点点文化都没有的 知道吗 女孩子是不读书 她那个时候我妈妈她们是不能读书 然后 我们不要在那个曹家明叔叔还是爷爷 我们不要在直播间里面说这个词语 不然等一下我会被拉到小黑屋 我知道金芝喜欢父亲 你喜欢一个人就要去争取 所以自己的事 把你真实的想法跟爸爸妈妈谈 其实很多 很多事情 就是在呃之前 就是在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个事情知道吧 我的 长辈那一块 我的长辈 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去认识的一个 就是不是我们遗族的吗 然后他就就就就说他要去嫁给 他要去嫁给那个民族 结果结果你才怎么走 反正两个人就是 反正就是结局不是很好吗 所以 所以他们就有点那个知道吧 我有我是跟我哥哥也讲过 但是我我哥哥他对民族这边 他是没有那个的 因为我哥哥他也有自己谈过汉族的 汉族的女朋友 然后他因为他那个时候读大学嘛 他在大学里面认识了一个 结果我父母不同意 然后 我哥哥他现在就娶了一个相亲的 就我哥哥娶了我嫂子 就是他们相亲的也是 呃遗族 所以我哥哥他就不会反对说遗憾怎么样 但是我父母不一样 然后 我哥哥他只是担心我嫁到夫哥的家里面 害怕我们的条件相差太多了 然后害怕我到那边去受欺负 知道吧 而不是而不是说就是他是担心遗憾什么的 所以我跟我哥哥讲过 然后我哥哥他就他说的是 呃让我自己现在他因为他知道我现在做直播嘛 然后呃带货呀卖货呀 他说那你完全可以通过直播带货卖货 然后去改变自己的条件 然后等你有了有了一定的条件以后 那你就不存在说去男方家里面就抬不起头呀 或者是没有面子呀或者是会被欺负呀这些东西了 但如果说你一点能力都没有 那你过去呃就算他的父母不说 就算父哥他他很喜欢你 但是也难免不了别人 你是闭不住别人的嘴巴的 你是没有办法让别人闭嘴的 你只有让自己也变得强大了 让自己有能力了 你才能让别人闭嘴 我哥哥这样给我说的 我哥哥他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反对我和傅哥的感情 他只是想让我 有能力一点 然后再去那个 再去跟傅哥说谈婚论嫁的事情 知道吧 你哥哥说的很有道理 对吧 你们其他的叔叔阿姨们呢 你们觉得我哥哥说的呃 这个 这些话 这番话说的怎么样 欢迎周美宁阿姨 先成家还是先立业想想吧 男生我先成家还是先立业 这个我没有想过 这个我没有想过 你们觉得我哥哥说的对不对 对的打对的对的 可可也觉得不对的 可可二 他说的他说的那个道理 他没有站在谁的地方考虑 他就是站在站在一种 嗯你就是 嗯那个什么就是公众的一个地方去考虑 知道吧 因为我哥哥他一直都知道我在做直播 因为呃在前年的时候 哥哥他是在那个 嗯一个带家号的地方上班 我哥哥他是在一个带家号的地方上班 然后他也有通过一些什么地方 然后让让也让我去那地方上班 知道吧 但是我我不我不同意知道吧 我不去 因为我自己在做直播 我给他说的是我做直播 我卖点我家乡的东西 然后卖点家乡的特产 我也能呃养活自己 然后后来当时就让我姐姐去了 知道吧 嗯就让我姐姐去去了那个呃地方 然后后来就是 然后然后就我他就一直知道我在做直播 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后来以前是互联网直播 这个事情呃是没有大众皆知的知道吗 他那个时候直播很多人 他是不理解这个直播这个东西 后来直到呃全部很多人都在做直播 并且很多人做直播改变了自己的呃 嗯现状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然后后来就有很多人都在接受直播了 对不对 叔叔阿姨们应该你们也知道吧 是不是前两年是没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直播这个东西的 直到呃嗯这个就是很多视频呃出来以后 然后很多人都在接受直播然后做直播 然后卖东西然后很多人都接受这个东西 过后我哥哥也觉得他觉得呃如果我要做直播就让我好好把直播做好 然后呃就是去呃带货也好去就是做腊肉也好 然后反正就是把提升自己 然后改变自己的能就是相当于是就是现实一点 就是现实一点就是让自己包包里面呃有有那个 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包包里面有嗯 嗯就是让自己的收入更多一点知道吧就让自己的收入更多一点 然后你再嫁过去可能人家都是态度都不一样 然后人家的亲戚朋友态度都不一样知道吗 门不单户不对也不对呀 你跟傅强以后有个小家总是会被别人说闲言碎语的 我又不是说我只跟傅哥一起生活了 他的亲戚以后也会是我的亲戚也会有来往的知道吗 嗯 你没有我微信吗 我好多好多叔叔阿姨呃买过腊肉的都是有的 今知你家的观点就是把你嫁到大连山你的家人就高兴了 他们是觉得我只要嫁给一个呃就是民族就是那个民族 家族势力比较大的然后就可以了他们是这样的就家族 家族里面比较那个的就可以了 话是没错肯定要打破观念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如果说叔叔阿姨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呀 呃 你们你们也有自己的子女或者是孙子孙女的对不对 叔叔叔阿姨们你们也有自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有子女有孙女对不对 都是叔叔叔阿姨了是不是是的 然后如果说您的孩子认识了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一个呃就是一民族就是跟自己不是同一个民族的小孩女孩 然后他呢也帮不到你的小孩可能还会是你孩子的累赘啊 可能还是你小孩的一个脱油瓶然后可能还是嗯可能还是就是反正就是还有没有什么文化没有见过大世面 结果呃结果就是就是就是什么就是但是你们你们会同意他家到你们家吗会同意吗 结果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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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知道嗎 因為 因為很多事情你們不知道知道嗎 很多事情你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不直播間裡面說 別人知道吧 不要在直播間裡面說別人 會啊 會啊 只要勤快笑聲就行 會同意啊 只要兒子願意啊 那你們願意 那就這樣來說吧 叔叔阿姨們 那就反向來說 如果你們的女兒 或者是孫女要嫁到大山裡面 路不通交通不方便 然後家庭條件又不是非常好的 就是很差的 嗯 就是幹活吃飯 然後這個地方你會同意自己的女兒 或者是孫女嫁過去嗎 叔叔阿姨們你們會同意嗎 會同意自己的孫女或者女兒 他是跟跟那個男孩子 是嗯 特別的相愛 特別特別的相愛 但是交通不便 又是又是在山村裡面 然後你會同意自己的孩子 嫁到那個地方嗎 對呀 不同意 這一個一個道理嘛 是不是一個道理嘛 你因為你擔心自己孩子到那邊去受苦 對不對 然後我的父母我的哥哥 也擔心我到南方家裡面去受欺負 一個道理呀 是不是叔叔阿姨們 你們覺得 這要兩個人好就可以 這個肯定不會同意的 你們情況不一樣 我的蠟燭 我的蠟燭 你是走出大山 就是你們也擔心 你們也擔心自己的女兒 或者是自己的孫女嫁過去不幸福 對不對 然後我的哥哥 我的父母也是呀 也是這個擔心呀 也是擔心我嫁到 南方家裡面會不幸福 他們也是這樣擔心的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說 如果說我自己有能力了 然後 就我只是擔心他們那邊的 閒言碎語呀 這些說我 說我是為了錢跟 富哥在一起呀 什麼這些之類的 知道吧 除了這些我覺得 富哥肯定是一個值得托付的人 對不對 富哥肯定是一個值得托付的人 對吧 我們漢族不計較什麼民族 只要他相愛 嗯 所以要求詹姆良愛帶孩子就行 結果 詹姆良不愛帶孩子 哈哈哈哈 孩子不都是自己的孩子 就是自己的媽媽帶嗎 就是比如說我的孩子 我自己帶養 我們這裡爸媽不管兩個人好就可以了 對 按摩